大家好,今天我想先來修正我過去的一個觀點 我在一評論證的第三期裡面曾經講過這樣一個觀點 我說今年十一中共將會和香港人展開一場政治大戰 十一是中共篡政70週年的一個紀念日 在這個紀念日對他們來講非常的重要 他們要用這個日子來提振他們專制陣營的士氣 要來顯示他們專制力量的強大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在各地大搞慶祝活動 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升國旗 第二個方面就是唱國歌 第三個就是大閱兵,在北京是大閱兵 在外地其他的地方是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 那麼香港人針對他們的這些舉動 針對他們的這些措施我們要採取反制措施 我們要採取政治戰當中的攻擊性的行為 怎麼樣攻擊性的行為呢? 那就是他們升國旗,我們就燒國旗 他們唱國歌,我們就唱香港之歌 全香港人都來唱香港之歌,他們來舉行大閱兵 我們來舉行大遊行,這就破了中共的國慶的氣氛 破了中共的他們顯示專制力量強大的這種幻想 告訴他們以他們全國之力也壓制不了香港一個城市人民反抗的聲音 這個觀點總體上是沒錯,但是局部要做一下修正 今天早上我就和國內的一些朋友開了一個小會 這些朋友跟我提出一個意見,說一定不能這麼講 一定不能建議香港的朋友去燒國旗,香港朋友現在已經有一些在燒國旗了 在十一的這一天一定不要燒國旗 今後他們說最好是燒黨旗,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的洗腦是無時無刻不再進行的 他對很多很多的這些五毛小粉紅那是深度洗腦 都已經把他們洗成腦殘了,那部分人一說到反共 他就覺得你是反中,那些人是沒救了,已經完全腦殘了 還有一批人他們對中共這個暴政實際上是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的 他們是討厭中共甚至是對中共的暴政相當憤怒的 但是這些人不知不覺當中有一些也會被洗腦 在有一些細微的地方他們也會被洗腦 比如說中共的這個國旗五星紅旗對很多很多中國人來講 他們雖然討厭這個政權,但是認為這個旗幟他們是代表中國的 那麼你一燒國旗在他們的心目中就是在搞港獨 就是在反對中國,這就傷害他們的感情了 而這批人本來是香港民主運動應當爭取的人 應當動員起來讓他們也和我們一起動的這一批人 本來他們應當是香港人的同盟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是能夠馬上讓他們明白 這個國旗是不代表中國,只代表中共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條件,這個煩洗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所以說必須按照現在的他們的理解力來策劃我們的行動 所以說不能燒國旗,我們不能夠讓中共利用這件事情 把香港的民主運動,把香港反送中運動定義為港獨運動 不能夠讓中國的老百姓覺得這是一個城市在對抗一個國家 不是的,這是要讓他們理解到這是香港人在對抗中共 是香港人在對抗這個黨 而中國國內有很多很多的民主派的人士 有很多很多的各個階層的老百姓 他們對這個黨是沒有好感的,甚至是深惡痛絕的 所以讓他們知道,香港人所反對的不是中國 而是中共,所以說燒國旗不如燒黨旗 今後我就建議香港的朋友一定要換一個旗幟來燒 十一的那天一定要換一個旗幟來燒 那不僅僅是要燒他們的旗幟 我還有一個建議,就是香港的朋友也要有自己的旗幟 但是現在香港所在進行的香港人所在進行的 這是一場政治戰爭,顏色革命就是一場政治戰爭 反送中就是一場政治戰爭 它跟軍事戰爭不一樣,它不需要拿起槍拿起炮去打 但是它也是有軍隊的,政治戰爭的軍隊就是在街頭進行了抗爭的 在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進行抗爭的那些民眾 這就是香港人的軍隊 一個軍隊政治戰爭跟武裝戰爭一樣 軍隊它要有軍服、要有軍旗、要有軍歌 現在軍服已經有了就是黑衫 大家只要看見穿著黑衫上街的人,那就是自己人 這就是這個陣營的軍服 軍歌也已經有了 《願榮光歸於香港》,《香港之歌》這首歌非常的好 非常的感人,非常的能夠凝聚人心 能夠提高士氣,已經有了 現在就是還插軍旗,軍旗有什麼作用呢? 你看這個古代打仗的時候 一個軍隊擺成正式的時候,軍旗招展 軍旗它有兩個作用 我們一個是可以帶領掌握軍旗的那個人 他就可以帶領一批士兵跟著他一起衝鋒陷阵 這是一個作用,還有一個作用呢 就是讓自己的陣營顯得非常的強大 自己的陣營顯得這個聲勢非常的厚大 這是這個軍旗的作用 在政治戰爭中我們也需要有軍旗 每一次遊行的時候也要有旗幟 要讓這個旗幟招展 那這個旗幟不見得一定是要傳統形式的那種旗幟 比如說大家舉的那個牌子,這也是一種旗幟 只要這個旗幟它的設計、它的內容是一樣的 一下子香港200萬人上街的時候 有100萬張甚至200萬張這樣的旗幟會顯示出強大的視覺上面的衝擊力 視覺上面的衝擊力最後又轉化為心理上面的衝擊力 最後又轉化為政治上的強大的衝擊力 所以旗幟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作用旗幟就是它有代表性 一個旗幟在那裡,那就是代表著那個地方 有我們的隊伍有一大群人在那裡 所以旗幟它是個象徵符號 這一個旗幟一出來,這就代表了我們所有的訴求 香港反送中的五大訴求 甚至在五大訴求之外的香港民主派的所有的訴求 都可以在一個旗幟當中能夠顯示的清清楚楚 在一場運動當中、一場戰鬥當中 我們也可以設計一個專門的旗幟 專門為了這一場戰鬥設計一個旗幟 能夠清楚地表達我們這一場戰鬥的最高的 政治上的目標的這個旗幟一定要設計出來 現在我也知道香港的很多的這些群組裡面 網站上面有很多人在設計旗幟,那麼其中 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在設計一個香港的國旗 那這一部分朋友大家目標是香港獨立 這個目標我能夠理解也能夠尊重 現在所有的人都想脫離中共暴政 但是獨立現在不是一個當務之急 所以獨立現在在中共暴政還在持續的時候不可能 而必須得等到中共暴政倒了 中共暴政倒了那個時候需不需要獨立呢? 那是大家可以再討論的 所以現在我不就這個問題來進行展開 我只是想說現在我們需要設計一個 不是香港國家的旗幟 而是要設計一個這次反送中運動的旗幟 有一些朋友已經有一些創意了香港的朋友 我在網站上面已經看見了一些 那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一個就是獅子旗 就是這個一個獅子的剪影 然後獅子的那個中毛是用香港的那個洋紙巾 香港的這個城市之花洋紙巾 作為香港獅子頭頂上的那個中毛 這麼一個剪影,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旗幟設計的還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這個旗幟沒有明確地表達出 這一次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它的訴求 也沒有明確地表達出香港民主派的總體的訴求 所以說稍微有一點遺憾 那我希望更多的網友來加入這個討論 大家來設計這個旗幟,旗幟設計出來之後 一定要達到這麼幾個標準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旗幟是非常非常簡潔的 這個形式是非常簡潔的 而內容要明確地表達出來這一次反送中運動 或者是香港的這個民主派的一個整體的訴求 實現香港民主、保衛香港自由的這個整體的訴求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要特別容易複製的 如果這個旗幟設計的太複雜 這個圖案花樣太多,很難複製 那就不好了,一百萬人上街,兩百萬人上街 每個人要舉一個牌子 最好這個牌子上面就能夠展示這個旗幟 所設計的那個圖案內容那樣子呢 人人都可以舉一面旗,那個政事就非常的浩大了 為了達到這兩個要求 那就一定需要有一些有創意的朋友 來出來提出他們的一些想法 然後大家在各個群組裡面 各個社交媒體上面一討論 就像香港之歌的這個創作和最後脫穎而出的過程一樣 香港之旗、反送中之旗、香港民主之旗 也一定會在香港人的智慧當中脫離出來 那我在這裡呢 也不喘冒昧,要給大家推薦一個一個旗幟 這個旗幟不見得一定要作為香港這次反送中的旗幟 但是也請香港的朋友參考在遊行的時候 是不是能用一下 因為這個旗幟,這個招牌,這個牌子 它設計的非常的簡單,特別容易製作 這個旗幟是什麼呢?我給大家看一下 全民搗共旗,這個設計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把這個共產黨的這個共字把它倒過來寫 然後再畫上一個圓圈,這個圓圈就代表全民 而底色是黑色的,那個共字是紅色的 設計非常簡單,特別容易複製 拿一塊普通的紙板,然後上面用墨水塗黑 然後用紅色的顏料把它寫一個倒寫的共字 然後畫上一個圓圈 每個人都拿著這麼一個旗幟走出來 相當相當的有震撼力的 我曾經在溫哥華的遊行集會當中 曾經用過這個旗幟做了幾十面 效果相當相當的不錯,非常非常的醒目 我希望給香港的朋友提供一個參考 那我也希望在今後在中國全國各地 老百姓紛紛上街之後,在全民共振實現之後 當我們把維權運動提升為 政治運動提升為顏色革命的時候 我們就那個時候可以把這個旗幟打出來 政治戰爭和軍事戰爭一樣都需要知彼知己 才能百戰不殆 在反送中運動這場政治戰當中 香港人的敵人、香港人的對手是誰呢?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林鄭月娥當局 和她手下的那些香港黑警 那第二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就是中共專制政權 這兩部分的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的意圖 香港人都要明白、都要清楚的了解 才能夠制定行動方案、應對方案 才能夠打敗他們 那現在香港這場運動是無大台、無中心、無領袖 所有的參與者、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這些支持者 大家都在收集情報、大家都在參與討論 所以今天我也來參與一下 現在香港的對手、這兩方面的對手 都出現了異動需要大家關注的 第一個異動就是香港警察原左級協會 今天發表了一個公開的聲明 說如果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參與者 他們稱之為這些暴徒 如果是繼續對警察、對政府機構進行暴力攻擊 比如說扔汽油彈什麼的 他們就有權利用實彈來進行鎮壓 這就是已經發出了死亡的威脅 要真槍實彈的來鎮壓香港人了 這個警察原左級協會不是一個政府機構 它沒有權利來決定到底開不開槍 真正的決策者甚至都不是林鄭月娥 在這一場大的政治戰當中 是不是會使用武力 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個決策 決策者一定只能是中共的最高層 只能是習近平統治集團的那個小圈子 那才是真正的決策者 而這個小圈子呢 現在是怎麼決策的呢? 現在到底出現了什麼異動呢? 那有兩個異動啊 第一個就是習近平的親信王岐山到了廣東 前些天到了廣東進行了所謂的調研 應當是在8月底9月初的幾天進行了調研 他這個表面上看的好像是在調查那個地方 好像是文化藝術發展的情況 但是這只是一個晃子一定不是去那裡 在現在中共危機四伏風雨飄搖的時候 他一定沒有這個閒情意志去考察文化藝術 一定是在那裡進行針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 一系列的佈置他在中共體制內有一個外號叫做救火隊長 這個人相當的狡猾能力相當的強 中共統治集團每一道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 都想起來要把他派出去來解決問題能力非常強 那麼他這次去廣東 廣東的朋友透露的是他來了解廣東地區的 能夠派出多少人派出多少錢到香港去 鎮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這是他去廣東的這個目的 他是代表習近平去的 現在指導鎮壓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有一個最高的機構 叫做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是韓正 但是這個人不是習近平的親信 這個機構一直就存在的是處理港澳事務的最高的機構 但是裡面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是習近平的親信 現在習近平分兩部分走 一部分是派習近平派王岐山到廣東地區去考察 看看廣東有多少力量能夠用來支持香港的特區政府的 那麼另外一個他就是派出了他的另外一個親信到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裡面 擔任第一副組長 這個人就是中共的公安部長趙克志 這是習近平的親信 這個人有什麼特點呢?這個人他研究對付顏色革命的方法 他是專家是在中共黨內成為專家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趙克志就對全國的這個警察公安系統發表了一個講話 說2019年公安幹警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防止顏色革命 我們不能不說這個人還是相當有能力的 相當有預見性的相當有政治敏銳度的 要不然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他怎麼就遇見到 最大的危險就是顏色革命呢? 他怎麼就能夠感覺到某個地方 可能不見得一定是香港 但是他肯定是感覺到了中國某個地方 甚至是全國都要發生顏色革命 他研究顏色革命多年總結了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這是黨內傳出來的消息 那麼這個人他作為港澳領導工作協調小組的副組長 現在已經坐鎮前線已經指揮了 那麼現在援左級協會發出這個死亡威脅 說要用實彈要開槍來鎮壓反送中運動 是不是跟趙克志他的指導有關呢?極有可能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國內傳出來的消息就是說 他們在十一之前 還是想還是想極力的要把這場運動給平息下去的 不是像林鄭月娥所說的沒有底 沒有這個最後的期限 十一不是最後期限 這是林鄭月娥在她的那個秘密講話裡面說的 但是這個不是真的 他們還是想竭盡全力在十一之前 把這場運動撲滅 甚至是他們在考慮 在考慮現在應當還沒有完全決定 在考慮用實彈的方法來進行鎮壓 那有這種風險 所以說我在這裡就想提請香港的朋友 尤其是年輕的勇武派的朋友 在十一這段時間之前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安全 第一個是一定不要少部分人 或者是單獨的出動 去做一些勇武派的經常做的那些行為 一定要大家要去的話 至少是幾千人甚至是幾萬人一起出動 大家可以互相支援 至少是出現什麼情況 大家都能夠有機會把它記錄下來 向全世界公佈 向全世界公佈這是制止中共暴行的一個非常有利的 也是香港人民手上少有的幾件武器 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是建議大家在十一之前 儘量的在降低烈度 十一之前的這些戰鬥都是小戰鬥 在十一這一天這是向中共 向港共 向林鄭月娥當局發起政治上大公事的一個最好的時間 十一是他們實際上最削弱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攻擊他們 在我不是說武力攻擊 在政治上攻擊他們 用大遊行的方法 用各種各樣的唱國歌的方法 燒黨旗的方法 還有各種各樣香港人的非常有創意的那些方法 一起向他們發起進攻 讓香港人的呼聲 想遍整個香港 想遍整個中國 想遍全世界 十一的那一天讓他們下不了台 這就是對中共最大的攻擊 現在街頭的這些衝突 盡量的減少 即使是大家真的幾天不上街 十一之前不上街 只要憋足了幹勁十一的那一天 幾百萬人一起上 我們就能夠贏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